歡迎回到這個動物廢物的第二節 繼續我們講這個懶動系的角色 那現在張圖一來呢 因為其實我真的沒有看ONE PIECE的 那這張圖是... 漫遊者交給你 青史啦 或者叫古站 就是這個圓的 世界政府裏面的三大將之一 那其實呢 這個角色其實我是... 雖然他是屬於政府軍 理論上 就是現在他離開了政府 但是我是挺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在三大將裡面呢 以他是比較有人性的 還有他的... 還有他的... 兵的絕招呢 那種強度是甚至乎可以把 海面的一個特定範圍 就是而且都挺大的範圍呢 將他冰封 那所以其實他的能力是很強的 那另外打機呢 雖然其實他... 就是如果以其中打ONE PIECE無雙啦 他的招式呢 其實是有點慢的 但是因為他的攻擊範圍很大 所以挺好用 我挺喜歡用古站 就是青史這個角色 所以如果... 我... 還有整個ONE PIECE來講 其中就是... 自從過了頂常決戰之後呢 有一場就是欠元帥的位子 就是青史對赤犬 那因為他是... 赤犬是混蛋來的嘛 因為他殺了艾斯 那所以呢 就會變成... 我是會幫青史打氣 希望... 就是... 贏赤犬 那當然最後赤犬贏了 成為了元帥啦 而他也都離開了政府 很... 我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加入了黑胡子那邊 我猜他應該是做間諜啦 嗯... 但是... 以兵系來講 他的攻擊力是很... 很強咯 嗯... 尤其是那招Ice H 我是特別喜歡的 嗯... 那個Ice H 就是他按下地下 然後... 一聲... 就是輻射性地擴散出去 這個極大的範圍 全面凍結 那我還很記得那個畫面 就是他用Ice H 把露菲凍結了 嗯... 是... 相當相當之有型的角色 在... One Piece的政府軍裡面 他是我... 當然One Piece有很多角色 就是政府軍的角色 都很令人討喜的 但是... 青史是我其中一個 極喜歡的角色啦 一眼的人 不好意思 先阻礙你一點點 因為剛剛聖座 一位聖座HiHi 課金就先讀一下 就是... 香港的濕洞比之英吉里 陰洞如何 多謝你 課金 是... 既然課金問題就 盡快回答啦 我自己... 怎麼... 這邊會寒一點的 因為他始終的溫度會再低一點 那... 但是因為你這邊一... 一會凍就是冬天啦 太陽太早收啦 那... 那所以那個... 很容易... 那個人... 很容易... 還有... 香港那種濕洞就是... 但是香港那種濕洞 你會覺得是沒那麼舒服的 即是在這邊陰冷都好 你會覺得... 是... 會讓你... 爽快些的 还有可能我习惯了,已经过了一年多 我不算觉得零度或者零下两度左右是真的很冷 有一天因为我穿少了衣服,我不知道原来已经这么冷 我出街才发现原来是零下五度 我估计体感应该是再低一点,通常都是 体感应该是-7-8度 那天就真的觉得很冷 唯独那天真的觉得很冷 但是平时我估计,譬如我今天放学回来可能是零下一度 我不是觉得很辛苦 但是大家都想到如果香港的零下一度 是会不会想出街的吧?基本上 你关于One Piece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没有了,ok了,这个讲完了 好,接着下来就是这个土井祥泰 这个漫画终末的后宫的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不算是冷冻系的角色 为什么我会选择呢?就是因为当我找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看过,我知道他讲什么,但我没有看过 其实他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 这个土井祥泰被人冰封在一个 你当是冰柜里面 就好像七十六的故事设定 就是他被人冰封了 然后到他醒了之后,全世界只有他一个男人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终末的后宫 因为其他都是女人 我不知道故事说什么 但是如果纯粹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当然就是不断地开后宫 我不知道他有多识情 可能没有都不出奇 但是听说是有的 就是有多少裸露场面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冰冻系的角色 但是因为故事启动就是因为冰冻 所以我就挑了他出来讲 但是我在想这个世界 整天都有人说 就算全世界死剩一个男人 都不会受你追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如果故事发生在你身上 你真的可以开到这个终末的后宫 我觉得天太刚刚这个角色的设定 就是说他接受懒冻的时候 18岁 其实他只是被人冰冻 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 他不是一些外加特殊能力的 一个冷冻系的 其实他只是被冰冻 被人冻进去 冰冻 我觉得这个终末有点搞笑的 其实是 阿洛呢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 没有 不是很贴题 不过我觉得挺有趣的 因为你看 下一个 嘩万人一 我想补回 因为他在后宫的男主角 是比较帅 那种素兴 这个 祥太就好像 因为他刚刚在看这个外截时代 他好像那种旁人 洋狮被人欺负的那种 这些似乎 难代入 通常后宫是美的臭 Straight 就是美的服 他又好像別出一格 漫遊者現在這一張圖都是你提供的 這套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作品 暖春中理中章蘇醒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是講一個男主角因為病 所以他需要進行這個人工冬眠 是一個愛情漫畫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他不是冰凍 他跟剛才說的這個角色 都不屬於他有冰凍的能力 而是他被冰封起上來 所以他是這一種 一講冷凍的時候 我會想找一些額外的例子 所以我就找了他出來 他就是在說 受到這個 在故事裡面就是 這個角色千搖 千搖 七年之後 他在病底下醒了 然後 隔壁屋的那個 你當是青梅竹馬的妹妹 變成了自己的同學 因為他冰封了七年 然後 自己原本的同學 就變成了班主任 所以這三個人就有一個 就像三角戀一樣 沒有看過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說到 這個純粹是介紹的 不是沒有特別評論的 OK 接下來這個角色 剛才有留言 聽眾已經留言 太監奔裡的 藍玫瑰 Bruce Rose 我們之前都說過 藍玫瑰 其中一個很 好像剛才說的Captain Cole 他也是用那個 類似急凍槍 來發出這個 急凍光線 你看那個 太監奔Bunny 最過癮的是他很多廣告置入 因為我覺得 他本身的形象 你看到他已經是很酷 整個人好像不想 跟你說話 但是最反差文的是什麼 就是他會喝可樂 然後他有很多個 Cash Face 又扮蒙 扮Q 這樣單眼給你看 那個反差文是掌握得幾好 在Tai Island Bunny裡面 好像只有他會做些 這麼有反差的東西 在裡面 所以是留得到幾深印象 在那裡 即是一說起 冰凍系 這樣 看看近來看過什麼 就想起他 DK有沒有看過這個 Super Heroes 也可能很適合 其實呢 我很遺憾跟你說 我沒有看Tai Gun & Bunny 哎喲 我真的一走都沒有看 所以我完全完全沒有說話 所以我完全沒有說話 萬機 有沒有對Tai Gun & Bunny 有什麼補充 這個 有沒有 Tai Gun & Bunny 當然 只是看男主角 哈哈 是啊 Tai Gun & Bunny 不會看女主角的 為什麼 有這麼多個角色 因為最重要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很多角色都有趣的 在看的時候 但是你到現在 剩下的記憶子 是剩下 Tai Gun & Bunny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 相當之 好的 雙人 哦 第二季很多人都會被配這個雙人 他有個拍檔 第二季 穿金色Suit 突然間忘記叫什麼名字 變成他們兩個 一齊 平時就好像很帥 但是一齊要扮文 一齊要講Cash Face 那個反差 越玩越大 嗯 喂 阿樂 接下來這個角色 應該就是 遊戲改編的一個角色 就是絕對靈道 這個就是絕對靈道 不過都可能 不是很中動漫 不過我想 Model Combat應該是一個漫畫的 那他就是 Sub-Zero 就是絕對靈道 那 就 好像是去年還是前年呢 看過他那個真人改編的電影版 就對這個角色 很有 留了一個很大的印象 一來那個電影 他裡面那些 沒有打呢 配合他 即是真的急凍呢 那個超能力 很好看啦 他真的單手抓住一支散彈槍 然後那些散彈的子彈 就慢慢在窗口飛出來的時候 同時間被急凍被結兵 那一下就真的很帥 還有他那個人物呢 他那個人物呢 就很 怎麼說 很 集中 即是他背後那個 不知道是組織 還是 勢力 是叫林鬼 那他就很 Follow他的Mission 很集中一致的去完成 他那個 好像是侵略人界的 偉業那樣 真人版之後呢 對他更加有好心好心的印象 即是他又打得好看啦 運用的那些超能力又 和他沒有打動作是夾得好好的啦 就這兩樣東西 留了好心的印象 但你們有沒有看過 Model Combat的東西呢 即是那個電影啊 或者是有沒有打過這個遊戲啊 甚至 我相信應該有美滿的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嗯 我反而有打過幾多些 嗯 我覺得這個遊戲 因為他是架鬥遊戲 始終我就不是很 很是架鬥遊戲的人 但是呢 我小時候 他不停有進化的 即是 以前可能玩超人的那些 他就找一個真人 逐格 好像別人的拍照 這樣逐頁逐頁播出來 跟他平時打的街霸是有些不同的 但因為他是 好像真人 他不知道怎樣劇出來 是比較有趣的 還有他 這遊戲也比較有血腥的 以一個小朋友來說 是一個比較震撼的東西 我到今天都覺得 這遊戲呢 是 是很想要死 他的血呢 由以前 都爆得幾 幾 而且現在越爆越遲 一些 就是 他那種 血多度 有些 還有 原結技呢 其中一個 真人快打 這個系列 雖然我自己不玩的 因為我自己不是很厲害 格鬥遊戲 但我又不知為何很喜歡看他的終結技 就是 最後呢 finish him 那個 會出過終結技 每個人都有 不知道四 還是五招 然後呢 youtube 很多這些 合集 我就很喜歡看 因為 覺得他 很有趣 每一集 真人快打已經出到第十幾代 每一次都是想到一些很過癮的 完結技 如何去亨爆人家的頭骨 如何攔腰斬開人家 如何扯人家 整個脊髓扯出來 我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這個是 其中一個吸引我的 這個系列其中吸引我的賣點 真的 剛剛 我 魂魯貞應該沒有什麼 魂魯貞有打過真人快打 有沒有打過真人快打 即是有沒有跟真人快打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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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 剛才我們又說了這個 日晚 美晚 那我們又回回去 趕晚了 那是 畫面現在大家見到就是這個 這個 烈鋒啊 特地選這個漫畫版的烈鋒 我不想大家看到電視劇版的烈鋒有些不好的印象 喂 馬尤仔 其實烈鋒冷凍是角色來的嗎 我真的不太清楚 他 他其實和暴經雲的對比就是一個冷 他有趣的地方就是一個冷是一個熱 怎樣解釋得清楚一點呢 他平時 招式上 就是 普京人是比較暴烈一些 而 烈鋒呢 年輕小的時候 第一 他一出場就已經在雪地上出場了 就是小孩的時候 捧著他的配刀叫雪飲 他小時候就已經要練這個冰拳 然後他學的就是這個奧寒陸拳 所以 多少全部都屬於冷的一些招式 就是和冰和冷有關係的招式 但是 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很合意的人 比較多是在表面上 你已經會看到他是一個比較熱血熱腸的人 和暴經雲相反的就是 暴經雲是比較冷一些 但是 他是外冷內熱那種 所以你會看到 烈鋒就是很多時候都是屬於一個比較冷的一邊的 如果當你去理解的時候 是的 剛剛有聽眾嘉明就留言說 不是秦商才是甚麼 那秦商就應該是 我所知的影子就是他練的是天商拳 天商拳 但是因為秦商都是很配角的 那你如果說 譬如如果你問我 說風雲 那我當然是第一時間想風和雲 那而聶鋒就是冰心訣 敖寒陸訣 和他一出場的 什麼 就是在雪地上面 追逐一隻老虎 然後 不知道被一隻老虎追我忘記了 那然後他的配刀是雪飲 那這些全部都是跟冷凍有關係的 那我有沒有甚麼說 風雲 嗯 烈鋒是鄭伊健 就這麼多了 多謝你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喔 烈鋒除了鄭伊健之外 還有趙文卓的喔 你知道嗎 走開了趙你 哈哈哈哈 不懂啊 不好意思 那隊真是好厲害的 那就是烈鋒啦 我們一定要跳回去日本 說回一個火影忍者的角色 火影忍者的角色 好了 交給你了 火影忍者 這個是不是唯一一個用兵引法的忍者呢 我印象中好像是 因為為甚麼記起他呢 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部分的故事是很好看的 因為 初初明門都還未 還未懂得掌握他那些能力 還很差的時候 初初是遇到他 是叫做第一個強敵 那部分是他兩邊 對手一個方 阿伯和徒地再不斬 又有戲 阿佐佐和明門又有戲 他們兩個互相 在這個決鬥的過程上 學會合作啊 即是佐佐如何配合這個明門 配合這個按鈕仔 平時看不起他 怎樣可以 因著這個生死關頭 然後變成一個拍檔啊 這部分好看 還有阿伯和徒地再不斬之間的感情 又是好看的 即是怎樣可以做到他的弟子啊 做到他那個 跟著的隕石啊 諸如此類的 還有他的忍法是 挺特別的 我覺得在 初期的火影忍者裡面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火影忍者的忍法就是 例如螺旋丸 和類似的 就這樣一招 均勻過去 他有些 阿伯那個是好像 好像 冰和鏡是混合在一起的嘛 有些反射技能啊 反射飛鏢的能力 是有點深思的 即是那個對決是 我看到是 有些 用了個腦去 構思了這個 戰鬥畫面啊 不是兩招一招 一招過去 突然鬥球 就算夠了 所以那部分是好看的 這個角色也是 只有那部分才有 之後就沒有再出場了 就是這樣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火影忍者 還是以為添哥來說 當然有啦 火影忍者我們有說過 怎麼可能沒有看過呢 淘地再不斬那段時間的火影忍者 是更好看的 那所以 這個是不是叫做阿伯 是啊 阿伯 是啊 I mean 阿伯的 因為 他跟淘地再不斬的感情 是寫得很好 即是比起他的招式 其實不是很重要 但是 而且他用冰鏡的嘛 我記得 是啊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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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封住 坐坐 是啊 是啊 好像Mirror 這樣反射 擋住招式 或者令到他迷惑 諸如此類 那我覺得 那時候 如果說招式來講 不是很特別的 但是因為是角色寫得好 所以其實 那段我覺得 真的寫得不錯 以冰系角色來講 其實冰系角色很多都會變成是 因為冰系角色 雖然我們剛才介紹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 可以再仔細一下 冰系的角色比較容易些 去想像他的個人特徵 就是他會比較酷一些 他會可能比較 blue一些 就是個人比較憂鬱一些 他背後的故事會比較沉重一些 就是他背後的故事會比較沉重一些 就是很少 火系角色後面的故事會這麼沉重 不是沒有的 但是比較少一些 但是我覺得冰的角色 就很自然就會聯想到這件事 或者有很多傷感在裡面 不正常的 因為冰大部分 因為冰通常會連結上 第2個字就是冰冷 即是 無論是角色的 即是 他本身的造型的顏色設定 甚至乎他的性格 都全部都是那個 即大部分 冰冷限制的角色 一定是那幾 可能是一些什麼性格 沉屈啊 很孤僻啊 總之大概都是那類型的 一些角色設定 大家都會明白 很容易理解 冰冷凍系 一定是這類型的角色設定 不是說 一時之間 你想過很例外的例子 我真的想不到先 但是 我自己覺得 這些 即是 叫做元素的角色 在漫畫裡面 畢竟都 冰啊 火啊 風啊雷啊 雷電啊 這些其實都 即是很容易出現的一些元素 呃 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他 通常 比較 多人會用的 而又厲害 通常會是冰或者火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喜歡的 因為 因為 冰 冰火最容易畫 對 對 而且 容易想像 對 無論畫面 你給讀者的感受 其實都是最容易被對方理解 對 剛才DK不是說的 有點難想 就是 你覺得 很 好像很面譜 一樣 一兵系的 角色 就是很酷啊 很 很 冷套啊 或者很冷血啊 但是 我又覺得 剛才我們剛剛說的例子 其實 急凍人 Mr.Freeze 還有 Captain Cole 已經是 玩的那個反差了 就是 冰第一個印象 就讓你 感覺到 他說他很冰爛啊 他還有 艱角 一定是很 冷血啊 殺人斬眼啊 但是 急凍人 以及 Captain Cole 急凍隊長 背後的故事 就是 他們是想救他老婆的 就是他也有那個 愛火 但是 有一個意外 就令到他變成 急凍人 我覺得那個反差 或者是令到 急凍人 是有魅力的 那個位置 就是在於 他是 第一個感覺 是很冰爛 但是 他是 中間 是包含著 一些愛火的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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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吸引讀者 那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作者 是能夠掌握到 這個項目 就會寫出一個 很 很深刻 印象的一個角色 但是 我覺得 也有難度的 因為那個 第一印象 實在太深了 那 所以是 你說 很難舉個例子 我都很同意 對 對 大家留言 KKK 就說 冰火最容易想像 這句很重要 那 KASUMIHA BISH的 X番 谷 東 斯郎 應該是漂亮 我真的不好看 所以 有點難 難處理 那 原兵傑是誰的 這 我會 搜尋一下 但 當然 我們剛剛說的 冷凍蟹 冰冷蟹角色 當然 還有很多 我們數 數來數去 都數了 冰山一角 那麼少 例如 今天沒有回來的 Sunny 都有看過的 Pokemon 那些 貝濟龍 冰鳥 甚至乎 大家如果覺得它是 神獸系的 那些 Pokemon 那些全部都是 冷凍蟹 但是 老實說 Pokemon 我真的說不到什麼 因為每次看Pokemon 都是 那隻 噴兩隻 然後 永遠就走 你不是一些 比較主要的角色 你不是 比卡超 你不是比比鳥 比比鳥是很可憐的 那 也有 烈火之艷的 水鏡 冬桂也 由於 我真的沒有看烈火之艷 也沒有看過 類似之作的 一流白書 其實也是有 這些 難動限的角色 這些可能要等 Sunny 或者比較宿優的主持 你自己再 講一下 這些 角色 那 馬尤姐 你還有什麼補充 對於 冷凍蟹的角色 我真的沒有什麼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 冷凍的事情 差不多 其實都 一個小時的節目 如果今集 大家反映好的話 例如你們在 下面留言 如果反映好的話 我們可能 火是角色 電是角色 暗黑是角色 主持人 我們專門提到 我們想少些 題目 就是這樣 大家都冷 其實 穿多件衣服 真的 真的很冷 喂 怎樣 咬姐幫 應該有提過 不如都在這裏 再提多一次 可能剛才咬姐 沒有進來的聽眾 關於我們在西游 影畫 動畫 那個聚會 那時候 有個 多謝阿仁哥邀請了我們 以及 送了幾張票給我們的聽眾 在12月20日 星期二 晚上 應該是 九點鐘 不是 12月 星期二 七點鐘 至九點半 左右 九龍灣 星影會 即九展 有個 西游 的 動畫 打結局 以及 新一輯 的放映會 到時候 西游 妖怪道 創作團隊 鄭健和 文家宏 都會出席 到時候 我們可能會有些 叫做 問答大會 跟鄭健和 他們聊聊天 還有 到時候會有些獎品 給我們 有些禮品 還有獎品抽 至於參加的方法 非常之簡單 首先 訂閱我們 動漫廢物 厚欄 注意是厚欄的 YouTube Channel 同時間 麻煩你按下 HMVOD 以及一本創作 即是 Book One的 Facebook Page 三件事做齊之後 最好 就 做完三件事的 卡通 接著 PM給我們 動漫廢物的 Facebook PM 接著 我們截止日期 會在星期日的 中午十二點 至於成為 幸運而被選中的 聽眾 我們會另外 再PM 給你們一些詳情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些 不明白的話 歡迎 隨時 PM給我們 Facebook 我們就會 盡快去回覆 各位聽眾的問題 另外 有個 完全跟 廣漫 或者我們剛才說的 內容 沒有關係的 一個 介紹 大家都知道 剛剛 水木一郎 過世了 那 在日本 2023年 1月18日 就有一隻 叫做 水木一郎 Aning Debill 50周年紀念 的 Best 即是Best 絕像Z show 的 一隻 CD 會 開始賣 大家可以在網上 找到更多的資料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不妨留意一下 我想這隻碟 如果是 喜歡 熱血的動漫歌的歌迷 應該都會想 買到一隻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自己上網 找這隻 的 買賣的資料 不如純粹資料上 提供 這個星期的動漫費 就到這裏 下個星期的 動漫費物 哇 真是精彩 大家姐 回來了 還有私敵 我們還約了 我們的債主 沒有記錯 這個是課金 找數題目 來的 就是這個 星際牛仔的 鎮人版 那 大家 再期待一下 下次 下一集再見 那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